大家好 好久不见 甚是想念 我是你们的老罗叔叔 大学生们都喜欢叫我罗叔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专门为大家分享 数字时代的免费资源及知识 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 帮助各位打造 崭新的数字生活 首先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真的非常感激 2023年 将近尾声 我想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这一年 不可否认 2023年对很多人来说 都是充满了挑战和考验的一年 生活中的波折和困难 让我们会感到迷茫 但是我相信 面对困难 我们都可以变得更加坚强 无论遇到任何困境 请大家记住 学习和努力 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希望我们彼此鼓励 共同进步 年底了 老罗叔叔又开始准备圣诞了 又有许多时间了 可以做做小视频 大家看这个就是老罗叔叔的格林奇百建 这两位都是我的好伙伴 格林奇 简称绿毛怪 但老罗叔叔不是绿毛怪 老罗叔叔其实是个小白 所以秉承着老小白帮助成长中的小白的原则 又开始为大家提供一些相应的技术方面的视频 所以言归正传 在这期视频当中您将学到一分钟配置免费的欧洲云主机桌面教程 希望大家喜欢的话就点个赞 下期还想看的就点击一下小铃铛后 等待系统通知 继续看 实时推送小铃铛 新视频一出 立马把您来召唤 大家好 在这期视频当中 您将学到一分钟配置免费的欧洲云桌面教程 我是老罗 大学生们喜欢叫我罗叔 我的频道专门为大家分享数字时代的免费资源及知识 通过通熟易懂的方式 帮助各位打造崭新的数字生活 数字生活关注老罗 大学生们总会私信老罗说 罗叔 我刚知道你的频道错过了很多精彩 怎么办 那觉得好 请点个赞 觉得可以 订阅一下并打开小铃铛后继续看 实时推送小铃铛 新视频一出 立马把你来召唤 好 本次视频 还是比较简单的 只是列了一个大纲 一分钟配置免费的欧洲云 电脑桌面 具备几下几样的条件 首先是网络 网络是比较随意 邮箱和账号 其实是属于一类 你必须要有一个Gmail邮箱 或者Github GitLab 或者是Bitbucket的这种账号 通过这种账号同步验证 来进行登录 手机是必须要的 必须有一个手机的短信验证 然后耐心 是我们老生常谈的 耐心很重要 没有耐心 啥也做不好 最后有心提醒一下 网络的任何免费资源 注册都有其时效性 在使用上有局限性 更不能保证 如同收费资源的 流畅度和舒适度 我们在此 仅讨论技术上可行性 如果觉得不好 你可以去购买 这个收费资源 选择你需要的方案 希望理解 本频道所有的视频 根据时效性 会在视频下方 创建一个置顶的评论 用来更新内容发展变化情况 请大家及时关注 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 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老说的桌面 我们先打开runcode.io 这个网站 他现在让我们注册 我们先用自己的Gmail 来给他进行绑定 验证一下我们的Gmail邮箱 当然你可以用Github Gitlab等其他方式 到这里呢 我们就要输入这个手机号码 短信验证 好 验证一下啊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界面了 大家看右上角个new workspace 在这里创造一个新的 workspace 我们选最下面的blank 当然了 四种规格给你选 我们选个large吧 最大的16GB8核60GB硬盘 好 现在开始生成 这要耽误点时间啊 越大 其实耽误的时间 越长一点 好 我们进来这个界面了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VSCode的一个一个在线版的一个界面吧 我们现在看看他能不能拿到他的root权限 可以啊 我们可以拿到管理员权限啊 看看CPU LS CPU 看看和他的描述一致不一致 8个CPU啊 没有水分啊 和他描述是一致的 因为有些描述可能和实际不一致 所以我们要稍微看一下 看他内存有多大呢 16G啊 16G内存 硬盘肯定就是60G的硬盘了 这个是没跑了 好 这个space 现在run好之后 我们打入 还是这个网址 在running的这一行 右边有三个点 点一下GUI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NoVNC 远程桌面 好 其实还挺快的啊 是在欧洲的法兰克福吧 到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们打开他自带的FIFOX 好 老三样啊 先看看伪装怎么样 因为这个桌面也就是拿来看看伪装的 可以啊 90%啊 还能做一些事情的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 测速 到底这个云桌面 它的上下载的速度有多少 上传下载 应该在一记上下 看看上传 600多 700多 下载反正有一个上传 稍微少一点 700多兆 也足够了 好 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IP地址 whatismyip.net 德国的啊 这是在德国的 是在德国的 speedtest 现在老三样变成老四样了 speedtest 再给他看一下 相对来讲 speedtest.net 这个软件还是 认可度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给他看一下怎么样 700多 500多 根据节点不同 有所不同 反正是在欧洲的 欧洲进这个YouTube呢 每次就要根据他的这个GDPR隐私保护要求都要点一个确认 所以讲比美国和亚太其他地区要稍烦一点 这个节点下载上传66685 好 我的关掉啊 我们再重新打开一下看一下 YouTube 你看 欧洲的就是这么比较麻烦 点accept all 接受所有 我们测试一下4k吧 一般测速度是用4k视频的啊 这个是可以最强到8k 也无所谓 我们来看一下他速度 因为他这个是具有这个root权限管理员权限 他的网速又比较快 所以大家可以玩一玩自己喜欢玩的各种操作了 这个老罗就不在这里延伸了 看一下速度 简直是太牛了啊 这个速度 这个速度太厉害了 4k的这个速度已经是牛到不得了了 好 万一这个机器停了怎么办 或者第二天早上起来怎么办 大家记住 还是这个网址啊 把这个网址记住 重新打开 你看都stop的 这些申请的这些云桌面都停了 云主机都停了 VPS都停了 点三个点点start 开始 这样就又重新开始了 重新开始之后 就可以重新使用了 其实这些的云桌面都是基于 这个网页的session 如果他停止之后 我们重新打开这个网页 再重新打开这个GUI NoVNC的界面 他所有的东西他又显示出来了 好 Connected 又链接上了 好 我们再看看是不是 上次这个八核的 的确是没跑啊 好 我们再打开油管 又是accept all 接受所有 我们来尝试一下啊 看看安靠罗老罗叔叔的数字 生活指南的网站 好 可以搜得到啊 在这里啊 正好回顾一下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再见